至於第二關介紹第六場荷蘭對法國 這場應該是全晚最好看的賽事 起碼非常好 這場球我選擇什麼給大家參考 這次我選擇一個角球大小 9.5球中位數 1.73倍的小 為什麼這樣選擇呢? 我可以看看他的近況 其實荷蘭和法國都非常好 法國還是今屆世界盃冠軍 荷蘭近十場的主場賽事都非常好 在歐洲國家聯賽中剛剛和了比利時 也贏德國 之前第一場就輸給法國 在歐洲國家聯賽中已經贏了兩場賽事和一場 贏德國 主場贏荷蘭 第一輪也是和德國0比0 其實荷蘭是拿著7分 因為這些分組賽 其實在A組的手名出線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在四強做淘汰賽 拿金界的冠軍 即是分出勝負 但現在在四場比賽中 法國踢第四場 對著荷蘭的荷蘭是第三場的 分數上荷蘭其實還有得追 只不過一件事就是 法國有沒有那麼容易被你追 因為法國踢世界盃裡面 整體踢得非常好 防篩也非常穩固 但我選擇過國球勢的原因 因為本身 你可以看回它 其實法國之前 在世界盃或者歐洲國家聯賽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開過國球勢 剛剛在德國這場 輸球的情況下 變成了入球大 當然他的對手荷蘭 基本上就是 亦都經常開入球大 因為頭一場的歐洲國家聯賽 他輸了球 下兩場之後 他要爭得出線的話 其實都是局攻 在這場的賽事裡面 其實我們看看陣容方面 法國依然都在用機三文攻堅 麥巴比也在 基奧特也做過中鋒 在他現在領先的情況下 其實他都很懂得運用中場 尤其是機三文那些 其實都不是一個正宗的前鋒 正常都是一個攻擊中場 其實他運用的球非常好 正常就是 不會和你急 反而 荷蘭的陣容方面 當然 現在他 非常狀態、非常好的 盧克迪莊、迪比 那些其實都是很肯去攻的球員 但是 多個球 不是只一方面可以做出來的 如果發覺這場球 其實這場球 就算是和球 其實已經穩奪出線權 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無需和你急攻的情況下 各球勢其實是值得買的 好 好 謝謝